兄弟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仙剑奇侠传》的画质变迁时啊 1995年《仙剑奇侠传》 经典的音乐,经典的剧情,经典的名字 在1995年《仙剑奇侠传》终于问世 虽然这个画面看起来十分的简陋 可是要知道在当年《仙剑奇侠传》刚刚发布时能流畅运行的电脑基本上奉毛麟角 而本作也是被仙剑迷妹称作梦开始的地方 讲述了客栈小伙计李逍遥偶遇了神秘少女赵灵儿所展开的一系列爱恨情仇的故事 2001年《仙剑奇侠传》 因为《仙剑奇侠传》的呼声 时隔五年大宇游戏重启了《仙剑奇侠传》的IP 开发出了《仙剑奇侠传》 虽然很多人貌似并不认识这一款作品 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仙剑奇侠传》的重制版 得益于六年的发展 人物贴图更加精细 妖怪的例会也更加清晰 虽然剧情不变 可得益于《仙剑奇侠传》一的良好口碑 让新《仙剑奇侠传》刚刚发布 依旧是小亮爆火 2003年《仙剑奇侠传》二 时隔两年大宇推出了《仙剑奇侠传》二 该作完美继承了《仙剑一》的世界观 讲述了全新的男主王小虎 以及神奇双还有夫妹 在画面上《仙剑二》相较于新仙剑的画面 进一步的提升 人物的例会和周围建筑的贴图更加精细 迷宫的玩法也进一步的加深 虽然剧情略有槽点 可《仙剑奇侠传》二 毕竟推出依旧是小亮爆火 成为《仙剑》历史上口碑相当优素的作品 2003年《仙剑奇侠传》三 经典 《仙剑》历史上的经典 唐景天 雪剑 龙葵 徐长青 紫萱 这一个个名字 我想我已经不需要多说什么了吧 作为剧情 《仙剑奇侠传》三 绝对是公认历史上巅峰 而画面也抛弃了《仙剑》前两代的纯二D 变成了类三D的玩法 哪怕是时隔今日 作为《仙剑》系列的巅峰 《仙剑奇侠传》三 依旧是当之无愧 2004年《仙剑奇侠传》三 外传 《仙剑奇侠传》三的正统外传 剧情承接《仙剑奇侠传》三 讲述了蜀山混混南宫皇 偶遇了郡王千金温慧 以及神秘少女旭尔之间的故事 在剧情上完美符合了 《仙剑奇侠传》三外传的标题 问情片 无论是与温慧的点点滴滴 还是旭尔最终的结局 让仙剑迷们永远无法忘怀 而在画面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仍然建模和建筑的贴图更加的精细 虽未超越《仙剑》三 可《仙剑》三外传 问情片 依旧是仙剑历史上难得的 优秀之作 2007年《仙剑奇侠传》四 全体起立《仙剑》系列 历史上的第二个巅峰 无论是韩灵莎的结局 以及与柳梦尼的爱恨情仇 带给当年的玩家 绝对是一大震撼 虽然在画面上 《仙剑》四相较于《仙剑》三的改变极大 人物贴图大概不再延续Q版的画面 而是变成了等比例的人物建模 并且加入了全新的实时战斗系统 虽然依旧是回锁制 可全新的玩法让《仙剑奇侠传》四 再次延续了《仙剑》三的巅峰 2011年《仙剑奇侠传》五 《仙剑》系列的正统续作 在延续了《仙剑》四的实时战斗的基础上 再次加入了合成系统 以及即使存档游戏模式 并且武器的特效相较于《仙剑》四 再次有所提升 可及本作因为剧情方面的印象 以及玩法创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让《仙剑》五的口碑极差 成为近几年《仙剑》系列 口碑最低的一作 2013年《仙剑奇侠传》五 前传 因为《仙剑》五的糟糕口碑 时隔两年《仙剑奇侠传》五 前传终于问世 可一改《仙剑》五糟糕的世界观和游戏系统 达到了口碑的逆袭 并且该作也首次将剧情引入了家国情仇 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八个字贯穿始终 并且在游戏系统上加入了前几作诸多的游秀系统 例如先一的翻向倒柜 先二的迷宫机关 先四的实施迷宫事件等等 让《仙剑奇侠传》五 前传口碑逆袭 成为近几年《仙剑》历史上的最佳作品 2015年《仙剑奇侠传》六 得益于虚幻三隐形 《仙剑》的画质再次有了革命性的变化 无论是人物的贴图 还是建筑物的建模 以及古城的光影 再次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第一次让玩家们体验到 那看比小说之中如是如画的《仙剑世界》 可回到剧情上 本作的剧情实在是槽点满满 转折生硬 并且优化极差 哪怕是双路太团都无法流畅的运行 因此得名显卡奇侠传 2021年《仙剑奇侠传》七 时隔六年 仙剑的IP再次被重启 得益于多年打磨 首款搭载了RTS光线之中的国产单机游戏问世 无论是光影还是人物的建模 达到了仙剑历史上的巅峰 可惜仙剑标志性的迷宫玩法被取消 战斗系统大改 而剧情更是槽点满满 画质相当优秀 可仙剑标志性的诸多玩法无复存在 虽然仙剑奇侠传七的销量依旧是还算不错 可口碑已经不复存钱